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温花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没来到中国之前 我都不知道 还有56个日子 所以对我来说 也非常有好奇心 就自己发现 自己探索 一边探索一边拍 不管海外 不管国内 我想给全世界分享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到了 贵州苗子一个 神秘的小村落 叫长脚苗 它为什么有那么神秘呢 我也很好奇 来 我带你们一起去探索一下 走 我叫包子 中文名就是包子 然后英文名就可以叫罗伯 我是97年才对我出生 然后2017年来到中国 因为我从小 我一直都想来到中国 因为小时候看了哪个 就是你的花木兰 然后觉得 中国就是一个非常 神秘的一个国家 就一个很有文化 很有历史 就一直都非常有感兴趣 然后17年就终于有机会 来到这儿 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我们团队一共有四个人 三个是英社 然后我就是当主持人 比较喜欢打个神旺 就一个民族 在不同的村子生活 因为不管是一个民族 你现在是一个村 然后你去两公里 过一个山区 不一样的村 就是不同的文化 所以少数的民族的文化 也非常丰富 对少数民族来说 我觉得他们的服装 非常好看 就非常花 各种的刺绣 人物 拉人 各种的艺术 都在里面 感觉那个长江毛衣 非常有意思 对吧 他们这个头是 除了才 他们的宅子 哪里都见不到 所以 那么有意义的文化 肯定要把它派遣 就文文要放毛巾呢 毛巾 因为你没有成花 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这个头发 就可以带这个锅 我下次来 多刺六点头发 我抢着这个 黑鸟 黑鸟 那个阿姨说 他小时候 每天都要带 商铺赶货 也要带 我感觉 哎呀妈呀 累死了 不管这个很重 而且如果是夏天它估计也很热 但是好看 里面也是有文化 有一些传统在里面 所以我希望他们还是会把它传下来 诶 怎么 怎么 是这儿吗 对了 对了 我刚才里的插得那么有 厉害 厉害 我的盒子厉害 这段时间拍少数民族最深的影响 就是拍水族 我遇到了一个黑市网 短视频 一个六龄后的美女 我也不要和她矮 因为她心里很年轻 一见面她就把我当她的干二 是应该和她干嘛 就对我更加人一样 他们正好这一段时间也过断 我感觉全超市民族最长的戒尔就50多天 每天就是吃各种的好吃的 然后和他们自己酿的米酒 就感觉就更加人一样 妹妹 你的脸都看不见 我跟一个小朋友交流 他就是我的弟弟或者我的妹妹 或者如果有老人 就是我的奶奶 我的姨姨 所以交流也很简单 因为就是我的家 没有什么压力或者什么 有时候他们的方言比较重 他们听不懂我 我听不懂他们 但是用手用脚还是能交流 我们去每个地方也会拍很多照片 或者一些短视频 然后我也会分享给我的外国的朋友们 然后每次一发布下面就很多评论 哎呀这在哪里 哎呀怎么那么好玩 怎么那么热 我都不知道中国还有那么好玩的 那么神秘的一些地方 然后他们都说那个等疫情以后 必须要去了解 微信体验 所以每次看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 我就觉得我们拍的 我们做的就是就是对的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不给他们分享 他们永远都不会找到这个地方 这一路不管我离我的家那么远 但是不管去那就是家对吧 所以很多人也问我 包子你像不像家 我一般会说不像 我家一直都在 因为我家就在新年 我觉得遇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 就让我感觉中国就更丰富 待时间越多越有感兴趣 因为我来到这就是为了中国的历史 这个故事传统文化 然后我往乡村去的越多 就越有感兴趣 因为发现越多 感觉越有意义 越有动力 继续把它拍下来